社团注册局撤销柔佛董联会后 在董总担任要职的柔佛领袖 也全被列入黑名单 为此董总主席陈大景 连同其他柔佛中委 从今天开始自愿告假 疏离主席纳督陈有信 则暂待主席之我 董总疏离主席陈有信 今天在中委会后召开记者会宣布 董总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 接受四名柔佛领袖的告假申请 直到社团注册局批准恢复 柔佛董联会的合法地位 而这段时间他将暂待主席职务 今天我们的这个会议 也一致接受这个董总主席陈大景 常委陈景州 中委林清福和林福良的请假的要求 即日起告假 直到获得社团注册官 注册局书面认可为止 那么依据董总章程第16点2点2 主席告假期间 主席董总主席一致将由 梳理主席本人站带 社团注册局是在上个月20号 发函吊销柔州董联会 但没有说明原因 自此在柔州董联会担任要职的领袖 都被列入黑名单 不能在其他组织出任职位 董总随后在30号上诉 也在这个月4号会晤内政部长 丹斯李慕尤丁 陈有信希望这起风波能够尽快解决 让柔佛董联会恢复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针对找疑问教学课题 董总坚持立场 认为董事会必须参与 是否在学校交找疑问的决策 在东马沙巴沙拉岳呢 好多学校都没有这个家教协会 那么这一个教育部的决定是说 家教协会是参与决定 我们认为董事会是应该参与做决定的 我们会继续跟进 那么这个要求在上一次跟这个教育部 副教育部长交流的时候 我们也提出来 副教育部长也知道我们的这个要求 我们会继续要再跟我们沟通 另外随着关中读中生家长和董总庭外和解 董总已在9月10号通过律师致函 恢复相关学省报考同考的资格